目前,北京的对外交通基本正常 没有封城,也不会封城 近期,为了加强疫情防控,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 民航方面,截至目前,航班正常运营 其中往来北京与湖北方向的航线暂停运行 铁路方面,截至目前,来京的列车正常运行 其中,北京与湖北始发中道的列车暂时停运 长途客运方面,按照惯例 长途客运线路,每年的除夕上午到初三的下午都是停运的 那么后期,湖北等疫情高发区的线路将继续停运 其他线路是疫情发展和客流的情况,逐步恢复运营 高速公路方面,北京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都在正常的开放运行 城市公共交通方面,地铁、公交也都在正常运营 同时,以上,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交通出行方式 都已经加强了测温、通风、消毒等工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